娱乐低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眼 美质子日本地位平民皇后 也被誉为日本最美的皇后 这个平民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平民 她其实呢出身豪门 爷爷郑田真一郎 创建了日本著名的日清面坟场 后来父亲郑田一三郎 接任成为董事长 而美质子的三位叔叔伯伯 也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一位是东京大学的地质学教授 还有一位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 外祖父父导刚熟呢 是中之纳正心理事 母亲呢在上海长大 有一口流利的汉语 曾被社交圈 誉为有明治时代古雅端庄气质的贵妇人 这不仅仅是一个富豪之家 更是一个精英家庭 作为长女的美质子呢 更是父母的长猪 她毕业于日本培养名媛的贵族学校 盛新女子学校 而美质子的成绩呢 也一直名列前茅啊 钢琴绘画都很出色 还发表了几篇论文在正文比赛中 获得过二等奖 一直呢担任班干部 可谓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最后还以英语第一的成绩 在盛新女子大学毕业 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子 偏偏还十分漂亮 温婉美丽 行动间有着大家女子的庄重 又有古典女子的端庄 她的老师说 她非常完美 她的缺点是没有缺点 即使不嫁给名人 她也能过得很好 可命运就是很神奇 她有一只手轻轻拨弄 就能改变人生的轨迹 故事的另一端名人天皇 名人18岁成人礼后 日本皇室就要开始为她选妃 她是昭和天皇御人的长子 她的妃子呢 就是以后的皇后 所以胜之又胜 两子皇后和名人 按照日本皇室的传统 皇太子的妃子呢 只能从皇族和华族中选 偏偏其中士林的女子都不合适 其实很好理解 这些贵族小姐自小见惯了皇室规矩 怎么也不会再自投罗网的 壮进皇室 一辈子呢 当龙中之鸟 更何况 他们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断然不会再听从皇室安排 纷纷恋爱结婚逃避选妃 就这样 选妃的事被搁置 缘分真的很奇妙啊 在清锦泽举办了一场网球比赛上 名人呢 碰上了美智子 从未输过的名人 输给了美智子 然后他心动了 追求的套路也老套约他打网球 慢慢的两人感情升温 事情这样顺利也就办了 偏偏早已跌下神坛的日本皇室 还自以为天寿神权血统高贵 极力反对名和美智子 其中呢 就包括出身贵族的婆婆良子 年轻时的良子皇后美貌 称慧优秀 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在皇室人眼中 你就是个平民 怎么配得上高贵的皇太子 有时候啊真的不能忽视门当户对 这件事啊 因为它代表着你有足够的能力 来匹配你的配偶 这其中呢 包括家庭背景 学识教养 财力人力 只要有一点不能对称 就成为另一半家庭反对的理由 这一点美智子的父母呢 十分清醒 美智子的父亲说 小女出生低威 高攀不喜 是啊 你是皇族 我们是多少钱 怎样优秀 也够不到的高度 可是呢 爱情就是这样伟大 什么也无法阻止 两个人走在一起的决心 为了不要女儿被看清 美智子的父亲陪嫁 三千万日元 装了三大卡 扯一百多件嫁妆 这样就行了吗 对于日本皇室而言 她还是个灰姑娘 一个配不上天皇的平民 童话故事里说 王子娶了心爱的女子 从此幸福的生活 大婚的名人和美智子光良的歌 告诉我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美智子的婚后生活 正义呢 这句话 先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宫廷礼仪 不仅繁琐 还毫无自由 她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 稍有不对呢 就会被训斥 她的婆婆娘子 从开始订婚 就嫌弃美智子 家喻王室更是变本加厉 她派出了自己的亲信 东宫的长官 木野淳子 叫导美智子 她见到美智子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是为平民的妃子 而来认职的 在这位女官的教导下 美智子一度精神崩溃 甚至呢 患上了失语症 像不像现实版的 小燕子和勇嬷嬷 可是小燕子呢 有黄阿玛的维护 有一众亲友的帮助 美智子什么也没有 爱她的名人天皇 对这一切都敢怒不敢言 嫁入皇室后 名人心用白话 作为美智子的皇徽 可是她的婆婆梁子 却坚持要用野菊 讽刺美智子的平民身份 美智子结婚后呢 很快就生了儿子 在皇室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她的婆婆不高兴 梁子皇后可是连生了四个女儿 才生下的名人啊 1975年 玉人和梁子访美 在机场呢 与众人辞别时 梁子扭头毫不理睬 美智子 该有的离风貌 皇家体面全然不顾 一时舆论哗然 美智子要求自己带孩子 又欺诈了皇室 自古以来就没有自己带孩子的 后来呢 这个权力她争取到了 可还是被公结 打入冷宫 整日以泪洗脸的 她患上了失语症 好容易怀上了二胎 又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流产 那个曾经的月亮公主 一下子瘦了二十斤 一切的一切都让美智子苦不堪言 不是有爱就能有一切的 2000年 梁子去世 美智子呢 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可她也已经66岁了 大好年华呢 都消磨在了痛苦和抑郁的宫廷生活中 这么久的宫廷生活 让美智子呢 变得压抑又苦闷 可是她还是骨子里 带着不服输精神的女子 一如当年她以名人一样 坚持自己带孩子 自己服辱 废除了皇室几百年的如母制 坚持有一间自己的厨房 可以给名人和孩子做饭 陪同名人出访外国 她谈吐得体 举止优雅一口流利的英语 令世界各国赞誉 而且他们是唯一访华的天皇 1992年访华的名人和美智子 在长城这一切不仅为日本皇室 在民间赢得了声誉 更对日本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3年79岁的美智子 通过宫内厅发表了一项声明 死后呢 不与天皇合葬 他说他是凡人 不配与天皇合葬 他说他只是迷人的妻子 能相守到老呢 以示莫大的福分 我是平民 你是神族 天地悬殊 你我本不配 我有切意 你有郎情 夫妻恩重 相守以示幸福 与你携手 我从不觉有何荣耀 我不是神 生前不配 如今呢 我已满足 一身荣华 本就生外物 生死有 何必在乎 死后无 名人呢 选择了生前退位 这是明智为新以来 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 退位演讲的 名人天皇 白发苍苍的 名人和美智子 一无往昔的恩爱 他们呢 还是经常去打网球 去各地游玩 会手牵着手 一起参加活动 他还是那个 看着妻子 就眼睛里有心性的名人 他还是那个 优雅端庄的女子 可是他该有的快乐 美好 幸福 都在婆婆 两子的控制下消失 他说 我与天皇 没有爱情 只有一个部位 被需要 带着那么一丝丝倔强 一丝丝悲凉 一丝丝回忆 一丝丝无奈 名人呢 在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说 他感谢美智子 皇后六十年的陪伴 这些岁月里 美智子皇后十分辛苦 说着说着呢 一度落泪 这也是最让人欣慰的事了 名人爱她 是真心的 是自始至终的 不是政治联姻 不是家族妥协 不是为了生儿育女 不是为了祖宗基业 他爱她是真的 有时候想 如果美智子皇后 知道婚后的生活 如此坎坷 会不会听从父亲的话 跑去欧洲再不回来 这场婚姻中 皇室看不上美智子 认为她出身平民 殊不知 二战后的天皇 早已跌下神坛 不管权力呢 还是财力 都已经飞昔比 而美智子家里呢 却是富豪之家 一个穿金带淫 无忧无虑的大小姐父母 怎舍得把她送去皇宫受苦 可是名人痴情 非她不娶 又得益于一人天皇的支持 美智子呢 才离开了万般不舍的父母 走进皇宫 一入宫门深刺海 再回头一百年生 美智子说 自己呢 不愿与天皇合葬 这种拒绝 竟让人泪目 来世不愿再生地王家 我们常想 爱情是什么 婚姻是什么 爱情是什么 是康庄坦途时 头顶温暖的风 是艰难线途时 面前的荆棘 婚姻是什么 是面对可续的阳光 能一起谈笑 看樱花的舒畅 是荆棘遍地时 能相扶相邪的情谊 能一起走过快乐 也能一起面对风雨 一言不语 相对陪坐 也不会尴尬 激烈争吵后 亦不会拂袖而去 名人和美智子 六十年风风雨雨地走过 像极了一个童话 里面有美好 也有痛苦 可这就是人生啊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祝福名人和美智子 愿你们在这俗世里 享受最平凡的幸福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 再见